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澳财首席说的一档特别的节目 今天这个节目的原因 是因为就在今天下午 澳大利亚央行RBA又决定加息了 决定加息的事情不是以外 甚至这次加息可以说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有非常多的预测 绝大多数人预测 在10月份的会议上 澳大利亚央行RBA会继续加息0.5% 这个呼声是非常高的 根据市场上的预测的话 有四分之八十的人认为 这次会加息0.5% 但是比较出人意料的是 在今天下午公布的RBA的利率决定上 实际加息力度是变成了0.25% 这个加息力度是明显比很多人预测要低 直接导致了市场巨大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释放性的反弹 消息公布之后 澳大利亚股市今天的涨幅进一步的抬升 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 美股在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下跌之后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 今天早上澳洲股市是高开了2%以上 在RBA加息的力度 只有0.25%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 进一步推动澳洲股市今天的涨幅甚至来到3%以上 可以说是反应非常大 这个大家如果比较关心最近的市场的话 也可以知道 因为大家非常担忧 连续的不停的快速加息 会导致整个的经济陷入衰退等等 引发了很多的一些恐慌的情绪 甚至包括像欧洲尤其英国市场一度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等等 那么我们抛开这些纷繁复杂的市场情绪不说 从今天公布的RBA的这个利率决议来看 我们去看一看为什么RBA这次加息的没有那么厉害 在今天的利率决议当中 RBA谈到了非常多的全球经济前景恶化的情况 谈到了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下滑 已经非常明显的趋势出现 以及也专门说到了更高的通胀 更高的利息可能会影响澳洲本地的消费者的情绪和消费的支出 那么这些综合的因素 使得RBA可以稍稍放缓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步伐 这个情况和一个月之前市场判断要加速加息 出现了非常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相信RBA这样的考量 也正如他的利率决议当中所说的这样 是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 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 使得加息的迫切性可能会稍稍有所放缓 这个事情对于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来说 起码在短期之内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对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 这个对于所有人的这个还贷的这个压力等等 甚至缓和市场情绪都有一些利好的因素 当然了这个还只是一个短期的信号 那么长期来看还是希望能够有更明确的通胀的进一步放缓 如果后续呢通胀重新恶化的话呢 那么央行肯定会重新开始加快加息 最后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目前的全球的市场经济等等呢 未来的走向的核心的决定因素呢 完全不在澳大利亚 事实上呢澳大利亚相对于欧美来说 尤其相对于欧洲来说呢 无论是通胀和经济增长前景呢 都要好很多 但是呢市场情绪呢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当中传出了各种各样的消息 甚至呢在本周初呢传出的这个瑞士信贷可能会破产等等消息 一度引发了大量的这个市场恐慌情绪 那么呢如果全球市场的这个危机深化的话呢 澳大利亚呢恐怕也很难逃脱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过分解读澳大利亚央行这个行为呢 对整个澳洲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 因为呢目前来看风险不在澳大利亚 而在澳大利亚以外 大家更加应当关注的呢还是一些海外的市场 这是一个全局和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背景 虽然说呢澳大利亚央行呢这个加息的节奏有所泛缓 但是呢我们预测呢未来还将会持续起码三到四次加息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呢还会逐渐的增加 那么相对应的话呢作为这个市场的这个参与者之一吧 我们自己呢也有这个专门的进行这个信贷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呢就是因为预测到了未来的这个澳大利亚央行的利息呢还将会继续上升呢 最近呢我们那些信贷产品的这个回报率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利息的上调 那么这个过程呢也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关产品和这个发出询问 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所有内容呢都是一些市场评论 不专门推荐这个博马澳财产品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澳财手续说 关于最新的澳大利亚央行的加息幅度呢意外减小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